烤響銅鑼 港交所整年正式開市 受惠於外圍市況 港股首個交易日紅盤高開245點 港交所主席周松江主持開市儀式時表示 今年歐美環球經濟有復甦跡象 預期股市表現比去年好 去年的年尾 我們也成功收購了倫敦金屬交易所 這些發展都會鞏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促進和配合人民幣的國際化 以及本地市場的新機遇 我們未來就更加要努力 將這些機遇和商機轉化成為市場實際的業務 對於有私息指 港交所將會再就規定公司發季度報告諮詢公眾 周松江表示 現時歐美地區對於是否每季發報告都有不同意見 今年港交所也不會作太多改變 港交所在決定推出措施時 會關注整體市場反應 香港寬頻電視機就是一盤諾言 不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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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